大家好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天啊 我们的直播开始啊 今天的直播啊 要分两次来讲 因为一次讲的话时间太长 嗓子也受不了啊 中间休息一下 然后呢 把卢作福先生在1952年2月8号这天突然去世这件事情啊 我们做一个相对比较详尽一点的交代 昨天的节目结尾处啊 就提到了周恩来在与卢作福交往过程当中 特别是1949年之后 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是卢作福先生的公子卢国记啊 他回忆的这两段话呢 非常能够彰显周恩来的为人 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两段耐人寻味的谈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啊 上层对包括卢作福这样的著名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巨拨啊 这种轮船业的巨子中国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说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盘算 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次啊 这是卢作福从香港回到北京 就是第一次啊 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 卢作福到了北京了 到了北京之后呢 卢作福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卢作福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啊 周恩来和陈云也多次见到卢作福 其中有一次啊 是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凌晨两点钟这个时间段 周恩来突然给卢作福打电话 大家想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 以周恩来的为人的精细程度 他是断然不会在凌晨两点钟 给这位老友打电话 打扰人家的美梦啊 这是一个常识啊 也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但是呢 不仅打了电话 周恩来还专门派自己的车 把卢作福给接过去了 两个人一直谈到天亮 想必呢 这谈的一定是大事啊 否则谁也不会从两点钟谈到早晨七点半 据说呢 这个周恩来还专门留了卢作福 吃了找饭 具体的过程呢 这个恐怕回忆的人也就非常之少了 而这次呢 在谈话过程当中啊 周恩来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希望卢作福出来 担任刚刚成立的 新生政权的交通部的一些负责工作 周恩来提这个要求 实际上啊 从卢作福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甚至可以说是老马师徒 因为卢作福这个人 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家 他同时还有好几顶官帽子 他在国民政府时期啊 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党务系统 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 比如说他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 所以当时卢作福有两个称呼 一个呢是卢先生 一个是卢次长啊 次长呢就是副部长 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粮食局的局长 全国的粮食局的局长 他还是三民主义青年团 中央干事会的干事 这个三清团后来并入国民党 所以三清团的中央干事会的干事呢 就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也就是中央委员 他这个级别和待遇都是相通的 而三民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蒋介石 挖掘出来的一个组织 用此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替代 所以蒋经国呀 成思远呢 这些少壮派都在三清团里边担任要职 由此可以看到卢作福 在国民政府时期在蒋介石眼中 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由卢作福先生的任职 我们可以看到 周恩来请卢作福在新的交通部里边 担任重要的负责工作 实际上呢 也是反映了当时政权 对卢作福的另外一种看重和借重 这里呢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当时啊 这个政权刚刚诞生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对这个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都不是特别清楚 而这个政权也急需一大批头面人物 特别是这种比较中性的 对政治方面呢 没有过多涉及的 像卢作福这样的人物站出来 替这个新政权撑门面 所以邀请卢作福担任交通部的重要责任 这一定是来自于最高当局 周恩来呢 是传达一下最高当局的意图 而最高当局这个意图呢 通常表现为两层 一层呢 就是说要给政府撑门面 要给党和人民脸上贴金 这是无需会言的 而另外一方面 则是把这样的人物 纳入到党和人民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一句话 就叫做此官行此理 你一旦做了官 不可避免的就要入党 这么高级的干部 你不入党是不可能的 即使不公开入党 也要秘密加入 我们这两天不是看到吗 海外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演艺界的大哥 高高兴兴的向全世界人民宣布 他想成为党员 可见呢 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 已经啊 有了将近一个亿的公开党员 但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 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所以啊 那句话说的是很对的 天不艳高 海不艳深 周公图谱 天下归心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要把心里的话 掏出来 跟卢作福说一说 而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到的例子 就是梁树明老先生 曾经被伟大领袖邀请进入政府工作 但是梁先生当时不识实物啊 他提出来 他还想作为一个客卿 站在岸边 看这个政权呢 如何的运作 事后梁树明意识到了 他说这个领袖呢 非常不高兴 这段事情呢 是出现在汪东霖先生 编辑出版的公开的啊 梁树明问答录里边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今天我就不引证具体的出处了 从梁树明这个例子 我们再看卢作福 那卢作福在上层心目当中的地位 要远远超过梁树明 因为梁树明手里没钱 而卢作福 无论是手中的钱财 和和他这个背景 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 都是非常不得了的 因此邀请卢作福任职 这个两个意思表达出来 但是还有一层意思 这是周恩来想表达 而不能直接表达的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啊 跟恩来同志一同从铁领 这个全中国首屈一指大城市里出来的 另外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 就是新疆都办盛世财 盛同志呢 曾经是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 毛泽东同志的领路人 斯大林同志的啊 坐上宾啊 盛世财呢 是斯大林同志 亲手介绍参加苏联共产党的 他是苏共的特别党员 不在这个9500万公开党员范围之内 所以当时盛世财的这个背景 吸引了一批进步人士 到祖国的边疆去 试图呢 与盛都办一起打造另外一个铁领 这里边呢 就包括因为新生周刊 讥讽日本政府出事了的张学良的做上课 也是同乡杜重远先生 这老杜呢 一腔热沉就跑到了西北边疆 他以为啊 盛大人呢 跟他既是东北同乡 又是革命同道 一定会拿他当成香波波 但是盛同志呢 深得斯大林的真传 表面上把杜重远捧为上宾 实际上对杜重远呢 已经开始下手 而这个时候 周恩来恰恰经过这个迪化 当时这个城市叫迪化 现在叫乌鲁木齐啊 周实际上已经很清楚 杜重远的险恶处境 但又不能说破 所以周恩来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曲折的方式 他对杜重远表示 说这一次呢 我正好坐飞机路过迪化 要不你就同我一道坐飞机走吧 因为当着盛世财的面 周就更不可能把这层意思捅破 因为周比谁都清楚 圣世财在斯大林和莫斯科心目当中的分量 他绝不会因为杜重远而得罪圣世财 更不会得罪莫斯科 可惜杜重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书生 虽然呢革命 虽然左倾 虽然进步 但是脑子里没数 心里更没数 没听懂恩来同志的这一番教诲 稀里糊涂的被盛世财 表面的盛情继续留在了新疆 最后赏给杜重远的呢 就是秘密处学 那么这一次 周恩来又把这种曲折的意思 向卢作福表达 谁也没想到 卢作福呢 成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杜重远 他也没听明白 周恩来先后两次 向卢作福表态 希望卢作福来到北京工作 这第一次呢是卢作福 刚刚我说的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而第二次呢 就是在卢作福突然自尽前夕 他回到一次北京 然后周恩来再一次旧话重提 说你能不能到北京来工作 不要再回重庆 因为周恩来说 你在北京的住处 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卢作福的儿子卢国记的回忆录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啊 特别值得一提 这本书里边呢 用了很多春秋笔法 因为没有办法 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啊 卢先生他也不敢真实的把他老爹当年突然去世的全部真相 通过公开出版物告诉大家 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些取比 让大家了解一些真相的边边角角 这里边呢 卢国记写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总理希望父亲担任交通部的负责工作 并且希望他在北京留下来 不要再回重庆 甚至连在北京的驻地 总理也做了安排 卢作福呢 这一次啊 好歹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答应留在北京 留在交通部工作 没有问题 可是却化舌天竹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能不能回重庆一次 因为民生公司最后有些遗留工作 要处理 周恩来见卢作福说到这里 也就不便强加挽留 因为有些话仍然不能说透 因为周恩来眼下面对的这个人 那是要比盛世才还要厉害 此人呢 就是当时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 邓当时虽然人在四川 可是新已经在伟大领袖身边转悠了 而伟大领袖呢 也很快要把邓小平调到北京来 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周恩来当然知道邓之于毛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周始终没有把最后的那番话说出来 卢作福呢 就这样 在处理民生公司遗留问题的前提下 最后一次回到了重庆 而他再也没有走出这座城市 周恩来为什么一而再的 再而三的啊 劝阻卢作福回到重庆 重抄就业啊 过问民生公司的事情 这里边呢 就要涉及到邓当时在西南大刀阔斧 所进行的一件大事 大军开进西南之后 老邓在家乡干的是风生水起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邓在四川大肆镇压 杀了很多的这个地主 这个过程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件事情应该说 当时是众说纷纭啊 作为四川土著的刘伯成 没有表示任何的看法 这不表态其实也就等于表态 而毛泽东呢 积极较好 毛当时有一个内部的讲话啊 我也是听人说的 大概的意思我还记得 就是说 这个毛泽东讲了 说这个中国人有两段话 一个呢 是近乡情更切 啊 离这个家乡越近啊 这个心情呢 越是复杂 越是忐忑不安 还有一点呢 是兔子不吃窝边炒 啊 换句话说呢 这个人在外边如何的嚣张 可是回到这个老家的时候呢 都要这个顾虑一下乡土 乡情和乡亲 这三乡的这个情面呢 是推不开的 但只有小平同志 回到他的四川老家之后 啊 对那些反动势力 丝毫不留任何情面 他这种开拓工作的精神啊 就像毛泽东后来讲的 免利长珍 外边啊 什么什么样 里边是钢铁公司 哎 邓在四川老家的大沙大坎 让当局非常满意 并且把西南的这个经验向全国范围内推广 而邓的这种大沙大坎呢 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土地主 更主要的是啊 把这刀口直接对准了城市里的这些人 其中这个样板呢 就从重庆竖起 老邓对重庆的工作非常重视 直到他晚年啊 重庆能够变成今天这个直辖市 就跟三峡大坝能够修起来一样 都是老邓的拍板 没有他的拍板 是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为什么老邓对重庆这么看重呢 因为重庆是两次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 一次在抗战 一次呢是在内战 这里边呢 残留了大量的国民政府的东西 不论是精神层面的 还是物资层面的 不论是政治层面的 还是经济层面的 所以不用这种啊 大水漫贯的方式 把重庆原有的这些东西冲得七零八落 那么新生政权怎么能够在西南站稳脚跟 所以当时重庆啊 这块呢 邓小平非常看重 他直接抓三个人 第一呢就是张林芝 第二是曹迪丘 第三是王维刚 他靠这三员大将 把重庆的工作抓起来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通过 邓小平年谱 看到当时老邓杀气腾腾的那些指示 啊 虽然呢 已经做了一些这个演示和粉饰 可是当年的那种杀气呢 直到今天 让人们看了之后 后脖子还升凉风啊 我给大家简单截取两段 1951年5月28号 邓小平在审阅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 关于重庆市搬运工会筹备委员会 肃清特务斗争报告 之后批示给重庆的重庆的一二三把手 就是张林芝 朝提丘 王维刚三个人 他认为全总西南办事处的报告里边提出的三点意见 第一 坚决镇压 第二 由公安局牵头 交换情况 以利开展斗争 第三 发动群众管制反革命分子 这三条老邓认为这三条值得推广 这是第一层面的 我们再来看一层面啊 到了1951年年底 三反运动已经开始了 老邓在西南局直属机关 党代表会议上大声疾呼 他说这一场运动是严重的斗争 我们必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击败 他们的阴谋和抵抗 大张旗鼓的发动群众 这已经是公开打除 要向城市里边的这些所谓的贪污分子 开刀的这个旗号了 这是一层 还有一个呢 我们再来看啊 1952年1月4号 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 在这次常委办公会议上 老邓进一步表态 说这次我们这个运动先搞大的 集中力量搞大的 这个话呢 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而1952年1月4号 老邓说出这番狠话 这时间距离卢作福去世 只有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之后 卢作福就突然去世了 那么老邓呢 在谈到集中搞大的 同时他还提到一点 就是1月12号 他在批准华东局啊 关于逮捕权和判决权意见的报告里边 专门提示啊 对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给地委和直属市委 来执行 那对影响较大的人士需要逮捕的 需要省一级的批准 重要的报西南局和中央批准 对贪污犯判处死刑 要经过司法机关 这里边呢 这个年谱里边肯定是让我们看到的是老邓如何讲究这个司法程序啊 如何讲究用法的公正 但不经意之间也让我们看到了老邓提出的 对那些影响较大的人士一样需要逮捕 只不过呢 是报经省里啊 或者是区啊 区就是省一级的这个建制啊 同意就可以了 对那些影响不大的啊 地委就是这个地势这一级直接就可以办理了 从老邓的这些看法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周恩来为什么有一半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当时西南的大沙大坎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 作为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 卢作福回到重庆去 他的情况 他的环境 不会比待在北京更安全 但由于老邓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带天言士啊 老邓说的这些话 办的这些事 无非是咱们伟大领袖 想要做 想要说的啊 只不过呢 爱与领袖的最高地位 这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 那么老大最想说的是什么话呢 咱们一会直播回来 给大家详细介绍第二段的故事 欢迎大家一会持续收看温相说党史 我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好不好 一会再见